今天是1月16日,主日是上年期的第二主日 今天教会,例如读经,就是伊萨尔也先知书的第62章1至5节 这里是讲到先知是比喻新郎,即是天主用新郎比喻怎样去喜爱的新娘 来到比喻天主都怎样去爱以色列的民族 读经二就是《格林多人前书》第12章4至11节 这里是讲及神恩,各人都不同,一切的神恩都是由唯一而同一的圣神 随他的心愿是个别的分配给其他人 待会我分享这一点,稍后会和福音一起去分享 福音就是《约梦福音》的第二章1至12节 这里就是讲及《格林分宴》,也是耶稣行的第一个奇迹 所以今天祈祷的时候有两个体会 第一个体会是福音就是《格林分宴》,就是耶稣行的第一个奇迹的时候 这里让我即时想起耶稣和这个分宴和圣母的互动 这种互动的场景即是让我浮现起刚刚早几日前的教宗接见 这个向法国那些福传的团体提出他的一些看法 是劝勉我们信徒怎样传教,要留意三样东西 这个与《约梦福音》的灵修都很类似 教宗就叫我们聚焦三样东西 就是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或者和其他人相遇的时候 留意要观察,第一去观察 第二去判断,接着去行动 这就是让我将这三个耶稣教宗所提出的三点 让我去默观一下耶稣和圣母向加勒分宴这种互动 最初耶稣好像觉得他不是很关事,他是一个宴客 他观察到周围,他自己作为一个宴客 他都未必很想采取什么主动的行动 所以他即时回复就是 他的圣母跟圣母说的 这些不是很关我的事 不过正正耶稣很留意当下 当圣母没有什么出声的时候 就是吩咐其他人 如果耶稣有什么吩咐 即便做 耶稣就在很短暂的时间 按他自己的观察和圣母的关系 他即时有一个判断 判断就是 他妈妈这份邀请 和天父的视野没有关系 按摩观到耶稣在这一刻 他就立刻体会到 圣母的一份提点 很可能都是天父的旨意 他即时体会到 这儿是一个天父对他的邀请 让他肯带着门徒去传教的时候 总要有些突破有些开端 这儿就是一个机会 所以耶稣就在这份观察 这份默观的时候 他就即时可以有一个判断 判断就是他可以行一个奇迹 接着他就有一个行动 就行了这个 耶稣开始传教的时候 第一个奇迹 从此他就更加积极地 在加勒利亚附近一带 去治病 行更多奇迹 正式埋进他一个 积极传教的路途 所以这里是第一点 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们可以学习耶稣 这份当下的观察 有这份观察 有一份默观的时候 我们可以留意到 当下天父那份关怀 天父的事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 可以作出一些 合乎主旨意的决定 和行动 但这里有点相关 第二点的分享 就是今天 《格林多人前书》 《圣神的神恩》 在不同的人身上展现不同 有些人是给一些学习 有些人是透过有治病的神恩 有些人是有说话的神恩 在这里 在这里有很多体会 这些和我们能够有一种 当下的观察 或者了解都很有关系 在这里我记忆 我自己年轻一点的时候 很大段的时候 甚至乎成年的时候 都有一个很大的 可能偏离的信念 可以这么说 偏离的信念是什么呢 就是自小时候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 就是觉得自己青年 或者长大的时候 这个不奇怪的 觉得自己样东西可以尝试 排动物也可以 踏单车也可以 游泳也可以 打篮球也可以 然后打看下去也可以 一样东西都觉得自己可以 不过有一个 个谋误是什么呢 有一个偏离是什么呢 就是觉得 别人得的我都可以 这个本来是对自己一种激励 不过渐渐发觉 其实是给自己很多压力 原来人的 就是 长处啊 智慧啊 或者专长的兴趣都不同 不过我呢 就喜欢和人比较 就是觉得 那个人可以呢 我都一定 都一定得 还可以比他 那如果一个人都还可以 不过当我遇到很多人的时候 这个人又做那样东西 我又要比他 那个人做那些 我又要比他 那我就看不到自己 其实是 长于哪样东西 而短于哪样东西 那时候呢 我就喜欢 有时候用自己 不是太擅长的东西 和其他人去比较 那其实就 比自己内在很多压力 就是要 不但只有很多内在压力 还产生一种容易 疾到其他人的一种 一种状态 那这些是很不健康的 那这个直至 直至 另一世之后 其实都 仍然有这种 那样的 就是内心这种 那样的 拉扯的 其实有一种拉力 直至到 我觉得是 操练了 依纳着灵修之后 对自己的认识多些 发觉到这些信念 不是太正确之后 都了解多些自己 那就是 其实今天 吉林多人前书 都 就是提出很重要的 就是 聖神比 每个人的神恩都不同的 一切的神恩 都是由唯一而同一的聖神 除他的心缘 喜欢给谁 就给谁 所以 我们应该落于去接受 就是 天主 在我们自己生命上 在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的 身体上 他的奥迹 他的临言 每个人都有不同 我们不需要去 羡慕或者去疾导其他人 反而应该去 發掘自己 有些什么 可爱 有些特别的地方 就在那些地方 去光明 和侍奉主 如果有了这种体会 再加上 教宗所 建议我们的三点 就是 能够 能够观察 首先观察 观察自己 要认识自己 观察其他人 观察其他人 观察其他人的长处 观察其他人的 一些特别的地方 其他人的塔冷通 甚至乎其他人的 一些 一些短处的地方 慢慢地 可以自己 有种判断 有种行 跟着有种行动 这些行动 当然是 能够好像耶稣 那样相应于主的 旨意的行动 所以今天的福音 很丰富 我自己在祈祷 有两点的体会 想在这里 发挥一些 和大家分享 所以 总结今天 我们的祈祷 意向 就是 求主给我们 好像教宗 那样的邀请 让我们能够 聚焦 在自己的生活上 有三点 就是 能够观察 能够判断 能够有所行动 也都能够 有这份 这样的 体会 有一种 明了 和去了解 周围的人 每个人的神恩 都不同 我们特别去 让主特别去 赏赐给我们 发挥到自己 更加认识自己 发挥到天主 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上 在自己的 财干 或者兴趣方面 哪样东西 是更加能够 侍奉到光明主 让天主去 光照我们 这方面 我们的 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能够明白 多一些 而且能够 有所缺断 以及 有些回应 都是 依随着上主的 旨意而行 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这里 主有九位 谢谢大家